大家好 歡迎收聽網向編輯的節目 今天錄節目日子是2021年1月17日 這裡有關新西蘭 記得台洋 還有社長Raymond Wong 大家好 希望大家點贊 訂閱和分享 同時也可以有大家多點留言交流一下 繼續裝大中立模式的力量 好了 今次就跟大家講一下國內的金融問題 2日前1月15日晚上 銀寶監會和央行發佈了 關於規範商業銀行通過互聯網開展個人存款業務有關事項的通知 內容就是規定商業銀行不得通過非自營網絡平台開展定期存款 和定活兩邊存款的業務 存量存款業務到期自然結清 這意味著 金融消費者不能通過支付寶、騰訊、理財通、京東金融 和到小滿金融等平台購買一度火爆的互聯網存款 這件事我們一早預示過的 現在如果不信的網友就可以回到我們的播放清單 中間有一條叫什麼呢? 叫做螞蟻集團是要管的 那時2020年10月31日我們已經做了一節 上市狂吸金背後螞蟻集團的隱憂 其實那時螞蟻是還沒上市的 當時我們也在裏面說了一些東西 也被人罵到飛起 哇 阻人發達了 不讓人上市那些錢 又已經賺了 螞蟻集團吸得很厲害 好了 接著 我們出完那一節節目之後呢 2020年11月03日 那一節就多些人聽了 那就是突發 眾眾眾有眾 螞蟻集團被約談 其實有很多東西我們說得很有前瞻性 接著就在下一節就是 2020年11月04日 螞蟻撒亭上市 嗯 一早預示了給大家聽的 不過不要緊 那現在就是 不准再賣這些存款產品 那其實一早預算了的 是沒辦法的 嗯 以前曾經火爆因為它的利息比較高一點 但其實它們很多時候是怎樣呢 實際操作就是 有些銀行 其實最主要是小銀行 它借這些支付寶啊 李財通啊 京東金融道 小滿金融這些平台 它就是做這些存款 它收多了很多存款 結果呢 那些小型銀行那個 有的錢實在多得太離譜了 那現在是要整頓的 是很正常的 那有些網友就說 放在小銀行政府不會賠的 其實如果沒有錢政府不會賠的 其實這個是錯的 這個是錯的 之前有網友就在我們那裡留言說 只是大商業銀行 才有那個50萬的保險的 其實就不是的 在中國所有合法經營的商業銀行呢 都是納入了這個保障系統的 這個保障體系的 就算之前爆煲的包商呢 大部分人是拿得回全部錢的 嗯 這個要先說清楚 但是你說能不能長期要國家包底 當然是不可能的 或者要這個保險不交底 不適合的嘛 那麼它 規管啊 現在有些人是 他不知為什麼 他覺得他的資訊是完全適合的 他就覺得我們的資訊是錯的 但是我們的資訊純粹是根據國家提供的資訊 官方的資訊 官方的資訊去說而已 有些人就覺得不對的就寫了 但是你要求證 希望大家先求證過 如果你覺得我們資訊不對 你求證過 你才寫在我們下面留言 就不要 因為你有時候你流了言 你會誤導到其他人 就是這樣是不對的 其實有很多 我有時候就不太多 有時候有些留言就是 在我相信都是在微信傳的 微信當然很多人就傳一些文章 裡面說怎樣怎樣的 某些人就照樣把那些內容抄出來 再加少許油 加少許醋 這樣寫出來 看起來好像是似層層的 但是一般都是無根據的 微信的東西 很多都是 其實真的有不少 都是流料的 有些人是專門開個微信平台 放一些文章這樣傳來傳去的 有時候所以在微信的資訊 有時候大家都是要 最好先求證一下 因為微信的東西 並不是所有都是可靠的 尤其是一些所謂的 來自一些自媒體 來自自媒體的那些內容 一般都是較為標題寫誇張些 內容都是粗疏 而且不是根據實際的情況去說的 很多 這個存款新規就出現了 其實那個業務經營規範就嚴謹了很多 通知就要求了什麼呢? 商業銀行依法合規通過互聯網開展存款業務 不得借助網絡等手段違反或者規避監管規定 這個很重要 以前就是規避監管規定 和商業銀行不能夠再通過非自營網絡平台開展 定期存款和定活兩邊存款業務 第二就是強化這個風險管理 商業銀行就要增加那個業務風險評估和監測 強化資產負債管理和流動性風險管理 合理控制負債成本 地方性法人銀行要堅守發展定位 立足於服務以設立機構所在的區域的客戶 這個就是針對一些小型銀行 在微信支付寶那裡 跨省服務 是騰訊理財通應該這麼說 就做一些跨省服務 其實這些我們從來都說這些從來都是有問題的 不準的 之前我們有一次節目都說過 其實為什麼這些東西有問題呢 就是它那間銀行 根本都沒有試過有這麼多錢突然之間湧入來的 它一放了上網之後就有大量的錢進來 那它怎麼處理呢 那它那個審批貸款是不是穩陣呢 你是不知道的 那現在國家要監管其實是很合理的事 那當然要說回就是第三樣了 就是加強這個對消費者的保護 商業銀行通過互聯網開展存款業務 會應當強化銷售管理和網絡安全防護 設施保障金融消費者的合法權益 這些是好事的 但是那時候我們一說要增加監管 就有人罵我們說 為什麼要這麼保守呀 問題是現在其實 國家其實有些東西的風險是要管控的 尤其是金融方面的風險 不是你說開放呀什麼什麼就好 高科技就好 用高科技去標籤高風險的東西 其實是不適合的 我們節目都說過很多很多次 好了第四樣 就是嚴格監管管理 就是各級的監管部門要加大監管力度 對違法違規的行為 依法採取監管措施 以及實施行政處罰 這件事情其實我們 上年十月都有說過 其實國家已經是會加強監管的 我們那時候十月的時候已經說過 現在就是兌現了 就是告訴大家真的搞得怎麼樣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有些風險隱患的 就是那個問題就是適應互聯網金融發展 接著就在互聯網賣這些存款 接著托寬那個銀行 找客戶的渠道 提高那個服務效率 接著呢 但是有些東西就那些風險就暴露了出來 譬如那些產品管理不規範 消費者保護不到位的 因為它有些是不是在那些 有些存款產品 它不是在那個存款保障那裡的 那五十萬又不保你的 它是專家設計這樣的產品嘛 你沒辦法的 接著制度短板就要保了 那現在其實我們都說過了 那你一規範回的話 對於小型的銀行是會有些風險的 短期內 但是對於長遠來說 就行穩至遠就是好事來的 是的 那如果你不是通過自營網絡平台開展存款呢 你一間地區很小的銀行 都可以全國收存款 那你想一下合不合理才這樣做 就處理這麼多錢 不是錢是好的 每家銀行都歡迎的啦 但問題是 它一些小銀行 突然多了這麼多錢 它會怎麼處理呢 是吧 風險是多大呢 再加上 因為存款是有利息的嘛 就算它不處理 你怎樣去找利息給別人 去給出來呢 是吧 所以小型銀行 你是 處理不了那麼大 那麼多資金主要是 所以當初是給有一個 有一個業務區域 訂一個業務區域給它呢 是合理的 沒有理由啊 廣東省的地方的銀行 就去可以一個遼寧省的 住在遼寧省的人 去向那裡存錢 希望爭取一些高息的存款 賺取高息的存款額 萬一那間小型銀行 有些什麼事的話 派不起這些息 絕對是在影響這些小型銀行的業務 其實是保護它們的 是啊 其實那些什麼非自營網絡平台存款 就是那些產品呢 那些穩定性比較差一些的 對於商業銀行的流動性管理呢 都是有影響的 那麼 這些就是為了防範金融風險呢 叫停 就是叫停兩樣東西而已 定期和定活兩存 那麼有一件事就是要說回 商業銀行和那些非自營網絡平台合作呢 就是開一些二類帳戶的戶口 什麼叫二類帳戶呢 第二類帳戶呢 第二類帳戶就叫做錢包 可以這樣說的 就是你存款啊 買投資理財產品啊 定額金額的消費 就是限定金額的消費和繳費支付 是OK的 但是你就不可以存取現金 也都不可以 向非綁定的帳戶轉帳的 就是第二類銀行帳戶 這個就是 它那個投資理財功能是齊的 就是你可以由一類帳戶呢 轉一些資金下去 而且沒有類似是轉入限額的 可以日常用啦 但是也都可以避免了那個大額損失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每天的消費繳費呢 單日計呢 它的限額就一萬元而已 那麼這個業務是可以繼續做的 就是繼續開展沒有問題 那麼當這個通知一出了之後呢 那麼那個商業銀行通過非自行網絡平台 已經辦理的存款業務 到期就結清啦 這個剛剛台仰講過啦 那麼為了避免再次發生這些 就是之後的風險呢 那麼那個通知呢就明確了呢 監管部門可以根據相關商業銀行的風險水平呢 按照一行一策和平穩過渡的原則呢 敦促商業銀行 穩妥有序地整改的 那麼那個影響就相對 就會縮一點啦 嗯 沒錯 就是為什麼會 監管這件事情又要講呢 其實是有原因的 監管是 因為它 某程度上是擾亂了那個存款市場的競爭秩序 它可以高息來收這個存款 就是這些不規範的行為 那麼第二就是加重了這個銀行的負債成本 因為這些中小銀行呢 它就是收存款的成本過高 那麼如果它那個資產負債管理有問題的話呢 就會影響它的那個穩健性和可持續性 就是地方性的銀行通過網絡平台呢 將存款業務擴展到全國突破這個區域經營限制呢 也都跟它那個服務人群 就是那個立行的服務人群的原則是不吻合的 嗯 那麼也都令到那些中小銀行呢 管理不了 其實不到位的管 因為沒可能突然間多這麼多錢你都管得到的 這個問題就是 那麼當然這個通知就搞到很嚴格了 會令到很多這些小銀行的業務就縮回了 當然也都會導致很多人吵吵聲啦 叫救命啦 那麼短期內是會這樣 但是對長遠以後的運作呢 是絕對是百利而無一害的 那麼這樣的 就是現在每一間公司都會有他們的做法 去遵守那個規定啦 那麼大家都是做回合規的 那麼那些產品呢 就是之前那些定期啊那些所有呢 就是已經下架了 那麼就會根據那個監管政策的要求 完善的那些業務 就是這樣而已 主要就是 那麼 就是這些無牌駕駛的活動呢 其實從來都是要監管的 那麼其實去年 去年已經有 有很多官員是出來哭話的了 還有寫了很多文章 就是說這個線上的那些平台存款呢 就是怎樣監管呢 其實就一早已經要約束 是去年11月的事 那麼現在做了呢 那麼其實一點都不 就是我不感覺到意外了 其實就 還有有很多人是 一早已經將那些錢退回銀行的了 其實就不再放在這樣的事情上面 因為大家都怕 就是爆雷的嘛 其實很幸運的 因為這次這樣整改完之後呢 你起碼 起碼現在沒有人爆雷先啦 爆雷就是那個損失 沒有人承受得到的 沒有人願意承受應該說 承不承受得到呢 到最後又是國家賣單啦 有國家賣單啦 但是你經常要國家賣單就不適合的嘛 沒有錯 所以監管是要出一點力啦 還有這個也都是說回來 就是你不給這個螞蟻集團上司 其實是一個很正面的事 一件很正面的事 好事來的 就是有些人是看到很負面 就是有些人將這件事看得很負面 我是不是有些人是西媒 外媒就是這樣啦 看得很負面啦 寫得很壞啦 但是如果你這個短板呢 被人利用了的話呢 你之後 就是整個國家呢 都是可能會非常不穩定的 如果突然之間爆了的話 那馬雲呢 就自己閃了不知去哪裡 就是這樣做就不符合的 就是惹了一些大禍回來 但是他就 啪啪哩哩就走的 這些人 想不到身的 就是就算真的 就算他真的上了市 最後爆了一個大禍之後 都想不到他身的 是不是 就是這些就是 國家規管那種 張慈有道 就是最初給你做的 但是當你要搞到這麼大禍的時候呢 或者 直接出來 喊話說監管不對的時候呢 那是沒有辦法的 國家一定要出手 那好啦 這節時間應該都差不多了 那麼這節呢 我們會放在正向部的 但是大家如果還沒聽過 我們之前說的 那個螞蟻集團是要管的 那你可以去盲向編輯部那裡 看回那條 螞蟻集團是要管的的播放列表 嗯 那麼我們那裡有相關的報導 那麼這節時間差不多 就這樣 拜拜 好 拜拜